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环太平洋》五年前上映的时候好评满天飞 确实为第二部打下了良好的粉丝基础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部机甲大作到底讲述了什么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被污染的一塌糊涂的地球 被其他文明的生物所看中 它们决定派出怪兽来入侵地球 于是,它们在太平洋的深海上建立了未面传送门 通过传送门将怪兽送往地球进行侵略战争 由于传送门暂不稳定,只能每隔一段时间派出一只或者两只 一开始怪兽的侵袭大胆人们狼狈不堪,只有动用核弹才能消灭怪兽 但是后来发现,使用核弹消灭怪兽的话得不潮湿 因为消灭一只怪兽就要随之失去一个城市 只要不等人家怪兽死光,人类就自己被炸光了 随后,人类联军研制了对抗怪兽的超级机甲 有两人配合操作,机甲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对抗怪兽的方法 人们一度看到了希望,不久之后又一次怪兽入侵 男主萝莉和哥哥一起去迎战怪兽 他们以为这是一次常规的怪兽作战 但是不同的是,此次的怪兽为升级版的三级怪兽 虽然这次拼尽全力击败了怪兽 但是,萝莉的哥哥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人类停止了机甲方案 改为建立怪兽防御塔 专家们号称,防御塔可以完美地防御四级怪兽的攻击 这么一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禁忌的巨人呢? 不过,专家们的话值不值得相信,相信大家都明白 所以,接下来,怪兽很容易地就突破了防御墙 本来,萝莉在机甲方案停止后就跟随部队建防御墙 现在,防御墙完全没用 将军诱导到了萝莉 因为现在,机甲驾驶员是低薪高位的工作 完全招不到人 为了人类的未来,萝莉又成了机甲驾驶员 并且,挑选了一名日本女人作为战友 共同驾驶机甲 这位日本小牛也是有故事的人 小时候被怪兽吓得哇哇大哭 留下了童年阴影 虽然这位日本女人在初次合体演练的时候 差点因为童年阴影失手毁掉基地 但随之而来的怪兽入侵 让大家选择性的遗忘了 毕竟人手实在短缺 此次的怪兽达到了更强的四级 还进化出了对抗机甲的武器 所以,几位打加油的机甲 分分钟被秒杀 关键时刻还是需要主角光环 驾驶和能驱动机甲的萝莉和日本妞 拼尽全力解决了两只怪兽 随后,科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 科学家们做了一次总结 如果任由怪兽进攻下去 接下来的怪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我们现在少到了传送门的位置 必须去毁掉传送门 才能为地球争取时间 这也是最后一战 由于还是招不到人 将军也准备亲自出马 在太平洋区域 机甲部队迎战两只四级怪兽 和一只五级怪兽 普通作战方案完全没有用处 为了人类的未来 将军牺牲自己 引爆了身上的核装置 干掉了两只四级怪兽 五级怪兽野兽中伤 萝莉和日本妞 趁机拉着受伤的五级怪兽 通过未灭传送阵 在传送阵的深处 开启了私泡装置 然后弹射出机甲 回到地球 最后的作战计划 成功地为地球争取到了时间 虽然怪兽退了 但既然敌人有了地球的坐标 那么不久之后 他们还会回来的 下一次会怎样 那就是第二步要说的了 电影中出现的几款机器人中 有一款受到了国内影迷的喜爱 那就是赤红风暴机甲 由三名三胞胎华裔驾驶 赤红风暴的射击 有大量的中国元素 还会使用中国功夫 算的是其中的一点小惊喜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